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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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人 漂亮之姓 浑身上下没有一件杂牌 我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自己 某宝39.9包邮的衬衫 59.9包邮的牛仔裤 连帆布鞋都是在地摊上买的 包厢里传来一声女孩子的娇笑 是徐梦露 他说 高文江 既然白鱼这么差劲 你怎么不跟他分手啊 没错 我也想知道既然我都这么差劲了 那他怎么还不跟我分手呢 还不是年少无知 高考结束 我们就确定了关系 双方父母都知道 若不是隔着这层关系 我早就跟他分手了 包厢里传来几声附和声 像姜哥这种长相能力 还真是和徐女神比较般配嘛 就是 那个白鱼孩是早点甩掉好了 在众人的喧闹声中 徐梦露轻轻咳了声 众人安静下来 徐梦露才像撒娇似的说 我可要声明 我是不会差足别人感情的哦 他话音落下 高文江便急忙说 你放心 我一定尽快让他主动和我分手 绝对不会让你遭受别人议论 众人瞬间爆发出一阵起哄声 我攥紧了手里的餐盘 心里愤怒翻涌 再也忍不住一脚踹开了包厢门 看到是我众人瞬间安静下来 不用你想办法 我们现在就分手 我的目光落在高文江身上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心虚 捕捉到这份心虚 我决定为自己夺回一丝颜面 不过 我告诉你 我跟你分手 不是因为你想跟我分手 而是因为我找到了比你更乖更好的 是我主动踹了你 说到最后 我把餐盘放在桌上 刚要离开 就听见徐梦露略带轻蔑的声音响起 于同学 你说 你找到了更好更乖的 那怎么不说出来 给我们听听的是谁啊 是啊 是谁啊 不会是为了晚尊特意说出来骗人的吧 高文江轻声笑了 你我还不清楚吗 就是个说能找到什么比我更好的男人 呆子土妞 我倒看看你在天天缠着我的情况下 包厢里除了高文江和徐梦露 还有三个男生 几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他们都在看好戏 可刚刚的事情是我随口胡舟的 我要上哪去找个男人 这是我的个人隐私 凭什么告诉你们 我故作硬气地扫尸她们 下一秒却唤来了几声吃笑 于同学 被人甩了不丢人 没必要说谎哦 徐梦露微微笑着 看起来温柔至极 以前的时候我还经常跟我的朋友们说 笑话徐梦露很漂亮 看起来人很好 可没想到真实的她会如此地令人作呕 众人叫嚷着让我说出那个人是谁 最后我心里一横 说出了那个所有人都知道的名字 是齐文轩 这个名字一出来 现场瞬间没了声音 但两秒后 一阵阵暴笑在屋内传开 白鱼 你不会失心疯了吧 你知不知道齐文轩是谁 一个男生指着我放肆地笑着 我当然知道齐文轩是谁 但就是因为知道齐文轩是谁 我才敢说这个名字的 毕竟齐文轩是整个A大的传奇 传闻中他是校董的儿子 有着和我们不一样的特权 他很少来上课 只是会偶尔在学校出现 靠着一张帅到张狂的脸 和一头眨眼的白色短发 在全校师生面前刷足了存在感 但他这个人高冷无比 从未和任何人搭过话 听说全校能和他加上联系方式的 连五个人都没有 这也就是我会说出这个名字的原因 因为我打定主意 这个屋里没人认识齐文轩 齐文轩这种人物本就非闻不断 就算传出去也无人在意 徐梦露一副看好戏的样子看着我 随后他拿起桌上的手机晃晃 余同学 刚刚好我有齐文轩还算熟悉 你不介意我和他确认一下吧 此话一出 我的脸色瞬间白了 撒这一晃之前 我并没有想到徐梦露会认识齐文轩 徐梦露上下打量着我 眼底满是轻蔑 我的手垂在身侧 掌心已经变得潮湿 众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像是在看一场什么好戏 尤其是高文江 他看向我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什么垃圾 他似乎忘了 我们青梅竹马的前二十年 徐梦露的手在手机上点着 摆在我面前的似乎只剩下了 仓皇逃窜这一条路 可在下一秒 身后大开门传来一声轻笑 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我回头望去 一个染着白发的少年 正倚靠在门框上 他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随后嘴角勾起一抹迷人的弧度 齐文轩本人就这样突然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徐梦露看到他 面上一洗 连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走到齐文轩面前 仰起头眨着眼睛看向他 轩哥 你怎么在这儿 齐文轩挑了挑眉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徐梦露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 连忙指着我 加着声音 继续对齐文轩说 不过正好你来了 这位同学说和你关系不一般呢 是真的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 冲着我眨眨眼睛 就像是在告诉我 看吧 你的谎言马上就要被我拆穿了 此时的我无比后悔 不该为了那一时的颜面 撒这样的谎 察觉到齐文轩那炙热的视线 我连忙低下头 心底一片慌乱 我们 齐文轩的声音淡淡的 像是从远方飘来的一朵云 我的心提到嗓子眼 在我闭上眼 准备迎来这射死瞬间的时候 他却说 我们的关系确实不一般 周遭的声音 瞬间消失不见 我瞬间抬起头 瞪大了眼 对上的是齐文轩 那双微微眯起的眼睛 我的心跳漏掉半拍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他便看向徐梦露 这位同学 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就叫我哥 这不合适吧 徐梦露愣了一下 眼睛落在我的身上 夹杂着几分不可置信和憎恶 轩哥 我是徐梦露啊 我加了你的微信 你之前还夸过我漂亮呢 徐梦露说着 打开了手机截面 举到面前给齐文轩看 我用余光 看到了密密麻麻的聊天记录 齐文轩眯起眼睛 嘴角扯了扯冷淡地说 不好意思啊同学 这个微信号不是我 徐梦露愣在了原地 他眼眶瞬间红了起来 楚楚可怜地看着齐文轩 可是这个微信是你设有给我的 难道是他骗我的 后者皱起眉头 眼神中透露着野鱼 就差把艳唇两个字帖出来了 既然是他给你的 你就去找他 问我有什么用 徐梦露听了这话 泪水瞬间流了出来 高文江蹭了一下站了起来 走到他的女神身后 轻轻揽住了他的肩膀 他对齐文轩怒目而视 齐文轩 你对女孩子能不能有点礼貌 徐梦露缩在他的怀里 摇了摇头 不 不怪齐同学 齐文轩看了一眼我 随后指着高文江道 你有脸让我对女孩子有点礼貌 高文江的脸色白了又红 他自然听出了 齐文轩的意犹所指 他自己都对我 恶语相向平头论足的 又有什么资格去教育别人呢 我还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齐文轩就一把拉起了我的手 他什么都没说 只是目光炙热地看着我 那一瞬间我的心跳 似乎漏了半拍 有一种强烈而莫名的感情 似乎正在我心中萌芽 白鱼 我他妈还真是小瞧你了 高文江一个跨步来到徐梦露身前 眼睛里满是不甘地看向我 他指着齐文轩牵着我的手 颤抖着问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搞到一起的 我看着他这张无比熟悉的脸 心里抑制不住地泛起一阵阵苦涩 我不明白 从小成事出来 上大学才不过短短一年 高文江怎么就变成了现代这副 让我感到陌生的模样 高文江 我就是一朵徒劳无趣的塑料玫瑰 什么时候和别人搞上的跟你有关系吗 高文江一叶 表情有些裂开 大概是想到了自己刚刚做的烂事 白鱼 你不要怪高文江 是我的错 是我让他爱上了我 但这并不是我的本意 但既然你早就和其同学在一起了 就不要怪高文江了吧 徐梦露声音委委曲曲的 但这两句话之间就给我打上了 早在恋爱期间就劈腿地标签 我一时间想不出怎么应对他 身体缠斗着 突然我感受到齐文轩手上的力道 他攥着我的那只手 微微用力说道 谁告诉你我早就跟他在一起了 老子还没追到人呢 倒是谢谢你个小绿茶 替我挖走前夫哥这个墙角了 他撂下这句话 牵着我的手离开包厢 他把我拉到了他的摩托车 拧开了钥匙 给我戴好了头盔 然后说了句 帮我看会车 我去抽根烟 可其文轩却并没有抽烟 而是静止折返回了餐厅 我一脸茫然地站在他车旁 走也不是 留也不是 没过一会儿 他湿湿然地走了出来 跨上车后 示意我上来 刚作文我的手犹豫了一下 抓住了他腰侧的衣服 想去哪儿 他的声音隔着头盔 有些低沉 还没等我说话 便听到了房间里的众人 传出尖叫声 头上身上沾着皮蛋浆汁的高纹浆 满身狼狈地追到了门口 我看着他这副样子 愣了一下不厚道地笑了 姜汁皮蛋 就是我刚刚上的那道菜 齐文轩果然是整个A大罪野的 高文江气急败坏地 对着齐文轩破口大骂 徐梦露一边给他擦汤汁 一边拉偏价 齐文轩懒得听这俩人的逼逼赖赖 只是冷冷地道 滚开 高文江刚要抱骑打人 摩托车引擎声音突然响起 轰鸣声无比嚣张 齐文轩一拧油门 车直接向高文江撞去 又在离他不到一泉远的地方停下 我被吓得不轻 下意识搂住了他的腰 高文江直接被吓得摔倒在地 连带着把徐梦露都弄倒了 废物 齐文轩看着地上惊魂未定的两个人 吃笑一声 吊转车头走了 我坐在齐文轩的摩托后座上 耳畔是呼啸而过的风 他拉着我的手 紧紧地搂在他的腰上 他穿着单薄的T恤 炙热的体温灼烫着我的手臂内侧 也灼烫着我的心 我与齐文轩素不相识 他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帮我 这个疑问一直在我脑海盘旋 直到我们来到海边 他把摩托停下 此时黄昏一轮成色的太阳 正向着山那边落下 整个天际线都是迷人的橘粉色 我的心情似乎没有那么凝重了 海风吹起齐文轩的一头白发 他的眼睛倒映出我的身影 和即将下落的太阳 我看着他的眼睛 不由自主地问 齐文轩 你为什么要帮我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海浪毫无节奏地拍打在岸上 冰冷的海水溅在我的斜面上 我下意识地躲开 身体却一个腾空 被齐文轩抱在了怀里 我下意识地搂住他的脖子 整张脸瞬间红了 下一秒他的嘴角却勾起了 一个迷人的弧度 他莫名其妙地笑得好开心 我从他怀里挣扎着跳下来 扭头就走 可他的笑声却越来越大 我往前跑了两步 离齐文轩远了些 他的笑声也停下了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 他对我招了招手 示意自己就在我身后 我扭过头去 去看深蓝色的海 眼眶不由有些湿润 高文江说得没错 我的确是个很无趣的人 中学的时候只知道读书 上了大学后 又忙着各种考级 兼职 每天和他见面 不是操场就是图书馆 可这并不应该成为 高文江侮辱我的理由 高文江曾经也当着我的面 说我古板无趣 嫌弃我不会主动接吻 也不会主动约他出去 甚至在床上 我都不愿意发出声音 但以前他明明不是这样的 他以前很纯爱 我和高文江是青梅竹马 他只比我待了十几天 我们两家楼上楼下 从小我就喜欢 跟在他的屁股后面 从济世开始 两家的大人就打去说 要给我们订个娃娃亲 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 高文江就会追着我喊媳妇 直到后来上了中学 我们懂事了 这场闹剧才得停歇 可那时候的少男少女 情斗初开 我和高文江也不例外 只是我们一直到高考结束 才约定好 如果能够考上同一所大学 就在一起 高考成绩出来 我比高文江的分数高了18分 但我还是瞒着父母 把第一志愿改成和高文江一样 爸妈知道这件事后 气得一个星期没跟我说话 高家父母更是狠狠揍了高文江一顿 说他耽误了我的未来 可我不这么觉得 我只记得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晚上 高文江背上伤还没消肿 就兴奋地抱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 家长们看我们这样 也消了气 高家父母更是多次敲打 他对我好一点 那时候的高文江总会红着耳朵 一副纯情的模样 可是 是什么让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呢 我理不清 也不想理 齐文轩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前面 一个男生愿意做到这个程度 即便我在迟钝 也知道他对我有兴趣 海风闲尸 夹杂着他身上淡淡的 薄荷味道扑面而来 这一刻我有些意乱情迷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大胆一点去吻他一下 我快走两步 追上齐文轩 站在他的面前 他的白发被海风吹到后面 露出整张清俊的脸来 他因为我停住脚步 我点起脚尖 捧着他的脸 猛地亲吻上去 我看见他瞪大了双眼 是惊喜吗 我并没有什么吻技 说是生肯也不为过 他微微张开嘴 任由我在唇上胡作非为 甚至弯腰夹着我的腿 把我托举了起来 与他平视 夜晚的海边冰冷 一吻结束 我像只没了力气的猫 缩进他的怀里 炙热的体温 和他特有的味道 将我包围 我抬头看看星星 他一路抱着我到了酒店 在看着酒店 天花板天玄地转的那一刻 我才知道 原来想要发出声音 这种事情是控制不住的 高文江 他明明就是不行 欲望就像是深夜的海 一层又一层地拍打在岸边 齐文轩一遍遍地叫着我的名字 吻痕从脖梗蔓延向下 他的动作小心翼翼 而又急去占有欲 就这样一直到深夜 我才沉沉睡去 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 我才醒过来 打开手机就看到了 高文江打来的十几个电话 还有许多条消息 你跟着姓齐的去哪了 你社友说你没回来 你跟姓齐的在一起 为什么不接电话 看到给我回个消息 我知道你生气 可是分手后 总不能连朋友都做不成吧 白鱼 你到底在干什么 如果睡了 明天早上看到后 给我回个电话 我看着他假惺惺的样子 有些干呕 可下一秒 一个毛茸茸的脑袋 就凑了过来 齐文轩看着我的手机屏幕 发出一声赤笑 随后他捏住语音键脖唇倾起 一跃 在收到消息的瞬间 高文江的语音电话 就弹了过来 齐文轩看了看我 我接过手机 直接按了关机 身后的男人看到我的动作 心情很好的 用脑袋蹭了蹭我的脖子 有些痒 所以阿鱼 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齐文轩把脸埋在我的脖梗里 声音有些闷闷的 他的呼吸落在我的皮肤上 湿热缠绵 可我一时有些哑然了 昨天晚上的行为 更像是一次冲动之举 刚刚经历了被刺的我 暂时还不想陷入一段 过于迅速的感情当中 看我许久没说话 齐文轩搂着我的手松了开来 他有些无所谓的耸耸肩 没关系 我知道你可能一时间 没有办法走出上一段感情 但是我可以等 说完这话 他起身走进浴室 可没过两秒后 他却猛地冲出来 蹲在我的腿边 抓住我的手 扶上他的脸 但是白鱼 不要让我等太久好吗 不然我真的会疯 对上他有些泛红的双眼 我鬼使神拆地点了点头 高文江在我素友楼下等了一天 直到傍晚 我才坐着齐文轩的摩托回来 一看到我高文江就冲了过来 他冲过来想要过来牵我的手 我一个后退躲了过去 你跟那个齐文轩去哪了 他没伤害你吧 高文江有些紧张地看着我 看他这副样子 我一时坚决地好笑 怎么如他所愿跟他分手了 他却又关心起我来了 高文江 伤害我最深的是谁 你心里没数吗 听到我说这话 他脸上的交际更甚了 我知道我那样对你 你心里有气 但是我们好歹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也答应过叔叔阿姨 要好好照顾你 谁知道那个齐文轩是什么人 你这样让我很不放心 那倒是不劳你操心 齐文轩此时停完车走了过来 跟你这种渣男比起来 我还算是个好人 高文江被说成渣男 脸上有些挂不住 我知道他来找我 并不是因为关心我 而是因为高文江这个人 最好面子 就像他在包间里说的 他就算分手 也不当那个恶人 也要逼我受不了了自己提 所以即便他这种不齿的行为 已经被我撞破 他清醒过来后 也是要来找我求和的 毕竟过年放假还 要互相拜年 眼看两人剑拔弩张 我向前一步 挡在齐文轩面前 对高文江说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放心 到时候我会跟双方家长说 我们是和平分手 我看向他 感觉到他明显松了一口气 即便知道他来找我只是为了 拯救他这岌岌可危的面子 可这一刻我的心 却还是泛起了密密麻麻的疼 但好在我的理智没有消失 攥紧了垂在身侧的手 我对高文江说 同时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彻底分开 以后还是尽量不要见面了 高文江露出一副受伤的表情 鱼鱼 你当真要这么决绝 即便当不成情侣 我们也是可以当兄妹的呀 我看着面前人 这副甜不知耻的样子 只觉得无比恶心 就在他还要继续纠缠的时候 徐梦露从素有大门内走了出来 他轻易地搂住高文江的手臂 整个人看起来娇俏无比 他不屑地瞥了我一眼 目光在看到齐文轩的时候 瞬间亮了亮 他对高文江说话 眼睛却没有从齐文轩身上移开 阿江 对面商场新开了一家西餐厅 齐同学 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吃 齐文轩有些好笑地看着他 西餐倒是不用了 你还是多和我摄友好好聊聊吧 听到这话 徐梦露脸色瞬间变差 他之前加了齐文轩的摄友 想要加齐文轩的联系方式 却想到他的摄友把自己小号推给了他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聊了好几个月 还给对方发了很多自拍 对方也配合他搞暧昧 可他就是没想到对方不是齐文轩 就是不知道这件事 他是怎么给高文江解释的了 至少目前看上去 高文江还是一脸心甘情愿当狗的舔样 被齐文轩这么一对 徐梦露娇气又愤恨地跺了下脚 转头跑开了 高文江看了我一眼 随后毫不犹豫地去追徐梦露了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我突然释然 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 有什么好值得自己伤心的呢 和高文江的事情告一段落后 我开始准备考研 要考的是我曾经为了和高文江上一所学校而放弃的第一志愿 高文江不爱学习 我们以前的规划是大学毕业后回老家 找个工作 稳定下来后结婚 可如今我才发现 有这种想法的我多么可笑 别说在一起一辈子了 这才见过多久的繁华 高文江就变了心 大概过了半个月 我们戏流传起了关于我的流言蜚语 他们说我虽然其貌不扬 但是同时脚踏了两大校草 还有好事者拍到了那天我和齐文轩 高文江在素有楼下拉扯的照片 我找到那条表白墙 评论区有十几条评论 打眼望去都是骂我的 看到那些人尖酸刻薄的话语 我的脑袋嗡了一下 像是有根弦断开了 直到我看到有个鲸鱼头像的人 把他们挨个对了 一瞬间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齐文轩 那顶着白毛暴躁的样子 我不由自主地笑了一下 接着手机上就弹出来 齐文轩的电话 白鱼 晚上有个晚会 你要过来玩吗 齐文轩轻咳一声 上扬的尾音中有些颤抖 他在紧张 我想到表白墙下那些人说的话 手指不由收紧 这段时间齐文轩追我追得很是张扬 每天送早餐接下课 让很多人都认识了我 而现在徐梦璐却这么造谣我 听到我没有回答 他又叫了我两声 你是不是看到那些流言蜚语了 大概是我太过于心不在焉 让齐文轩猜出了原因 他说了句等着 下一秒就挂断了电话 我在教室坐着 没几秒后 齐文轩便出现在教室门口 他的白毛有些长了 发根醋透着心声长得黑 看着他一副不着调的样子 我的心却安定了下来 齐文轩说的晚会 是学校里的社团联合举办的联谊舞会 晚上要跳舞 他说要带我选一条合适的裙子 他拿着一条修身的吊带长裙 在我身上比划了一下 我瞬间红了脸 这种类型的衣服 我也不是没想尝试过 只是之前有一次想买 高文江说了一堆这种衣服的坏醋 什么被别的男人看他会吃醋这种话 我当时恋爱脑上头 认为高文江这是爱我的表现 便再也没有了穿这种衣服的念头 如今这样一条性感 又显身材的裙子放在我面前 我居然有些胆怯 齐文轩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 他把衣服塞进我怀里 把我推进了更衣室 等我换完裙子 鼓起勇气出来的时候 却发现高文江和徐梦露 也在这家店里 徐梦露怀里抱着衣服 看样子是在等更衣室 而高文江在看见我的那一秒 眼神瞬间亮了起来 一种惊艳的情绪 在他眼底蔓延开 注意到高文江的神情 齐文轩走到我身边 他的大手搂过我的腰 温热的手掌 隔着布料在摩擦 店里的空气有些冷 我下意识地向齐文轩贴过去 汲取暖意 高文江看到这一幕 脸色瞬间变得漆黑 他大步冲上来 齐文轩 你他妈放开手 齐文轩单手搂着我的腰 一把抱起我抱到他身后 他的手很大 指尖有着薄薄的茧 隔着布料摩擦着我腰间的肌肤 随着他的动作 我的发丝飘起掠过他的唇 我一把勾住齐文轩的脖子 稳住脚步 整个人就像是挂在了齐文轩身上 齐文轩却在这时一脚飞出去 踹在了高文江的身上 高文江完全没料想到 他会突然踹他 整个人踉跄地退后了好几步 高文江 你没事吧 我冷笑一声 手依然紧紧搂着齐文轩的脖子 余光里 我看见齐文轩的嘴角 都翘到了天上去 他轻轻笑了下 指着一旁的徐梦露 对高文江道 你都带着县女友来买衣服了 怎么还好意思 来管前女友在谁怀里呀 听到这话 高文江的脸色更难看了 看到他这副样子 我完心大起 直接点起脚尖 吻上了齐文轩的唇 店里灯光大亮 高文江站在原地 看着我们两个接吻 浑身颤抖 而此时 我的心里满是报复后的快感 以前高文江以占有欲为由 不喜欢我穿性感漂亮的衣服 也不喜欢我过度打扮 我渐渐如他意 却换来一句老土无趣 像一朵塑料玫瑰 而现在 我就站在他面前 好身材一览无余 他却又后悔了 高文江 被忽略许久的徐梦露 亮出了他的招牌式动作 他剁着自己的小皮鞋 脸上鞋满了不满 就像个被浇灌的小公主 你盯着那个贱人干什么 还想不想跟我在一起了 他手里攥着衣服 愤愤地走到前台结账的地方 高文江看向他 皱着眉头 神情有些烦躁 但还是任命地 跟在了徐梦露的身后 徐梦露把裙子递给李霍元 李霍元扫了一下 微笑道 小姐 你好 这条裙子1799 徐梦露双手抱着手臂 目光看向跟在身后的高文江 高文江听到了树鹅 脸上的烦躁更是不加掩饰 梦露 你买衣服怎么都这么贵 我家只是普通的职工家庭 我有点负担不起了 高文江这么说着 但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 我看着这一幕 心里直发笑 高文江家里的情况 我再清楚不过 只是普通家庭 徐梦露隔三差五 买一两次这种轻奢的小牌子 倒是也还好 但是徐梦露自称家里付的流油 衣服首饰都很少有千元以下的 高文江可不是压力山大吗 听到他这么说 徐梦露都起了嘴巴 高文江 你要这么说我可不高兴了 我从小到大都是这种生活品质 总不能跟你谈恋爱 连我最基本的生活品质 都保证不了吧 他不再说话 沉默地刷了卡 随后徐梦露看了我一眼 轻哼一声离开了 齐文轩替我买下了这条裙子 顺便带我去商场的一家装造店 做了头发化了妆 平心而论 我素颜的状态也不错 但是化完妆后 看着镜子里的女孩 我还是愣住了 和平时的 我简直判若两人 她站在我的身后 揽着我的肩膀 她刚刚把头发染成黑色 可是整个人却帅得更突出了 看着镜子里 我们两个人的身影 我居然觉得无比登对 她轻轻吻在我的耳边 美丽的小姐 现在你愿意给我一个名分了吗 她说 晚会上要给我一个惊喜 我们一路来到晚会现场 在看到我和齐文轩的那一刻 众人喧闹的声音突然停了下来 随后一些这是谁呀 好漂亮呀 之类的话 在我耳边逐渐响起 本来还有点紧张的 我彻底鼓起了勇气 可一声突兀的吃笑声 却在人群中响了起来 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了呀 徐梦露拿着高脚杯 从一旁走出来 她今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 身上穿着的是今天高文江 用高价给她买回来的新裙子 看起来光彩照人 她身后还跟着两个小跟班 一个小跟班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这不是我们脚踏两大校草的白鱼同学吗 她的声音不大不小 却刚刚好能让周围的人全部听见 就是她呀 比表白墙墙上漂亮多了呀 难怪齐文轩和高文江都喜欢她 却是有两把刷子 听到众人的窃窃私语 我感到有些难堪 齐文轩攥了攥我的手 别紧张 毕竟这些都是谣言 真正在恋爱那劈腿 当第三者的人才是最丢人的 我点了头 深呼吸一口气 仰起一个笑来 各位造谣 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即便我这么说 那小跟班依然不遑多让 撇着嘴叫嚣道 你脚踏两条船 要不要负法律责任啊 我冷笑一声 掏出手机打开录音键 那就麻烦你再说一遍我取个证了 小跟班看了一眼徐梦露 徐梦露面色如常 可身体却往另一边移了移 和这个小跟班拉开了距离 小跟班也不算傻的 看主动挑事的人这个态度后 决定闭嘴不再说话 高文江这个时候走了过来 他的目光紧紧地落在我的身上 像是在看一件什么宝贝 甚至有些失神 直到徐梦露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他才回过神来 接着他走到徐梦露的身边 突然单膝下跪 周围亮起点点荧光 有几个男生迅速推来鲜花蛋糕 堆在徐梦露身边 徐梦露热爱一切浪漫和物质 齐文轩打听到 今天晚上高文江要给 徐梦露一个正式且浪漫的告白 所以他为此准备了一出好戏 只是这场好戏到底是什么 他死活不愿意告诉我 高文江单膝跪地 从口袋里变出一只玫瑰花来 可他的眼神却有些纠结地看向了 站在一旁的我身上 察觉到他的视线 齐文轩向前一步拦在了我的身形 徐梦露又叫了几声他的名字 他才有些不情不愿地收回了视线 他拿着鲜花 刚要开口说话 就听见人群后传来一声怒吼 接着一个长相俊俏的男生 从人群后穿梭进来 好啊你 徐梦露 徐梦露看见他 瞬间瞪大了眼睛 那男生冷笑一声 一 脚踹在了在地上 还没来得及起来的高文江 他们说你在学校里和别人好了 我还不信 没想到你居然真的做出了这种事情 怎么 我一个不够你弹的吗 他攥着徐梦露的手腕 脖子间的青筋 因为用力和愤怒而抱起 徐梦露摇着头 高文江还倒在地上 周围的吃瓜群众看着这一幕 纷纷拿起了手机 开始直播录视频 我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原来这就是齐文轩给我的惊喜 这个男生是我们隔壁省省大学的 他和徐梦露高中就互生情愫 毕业后更是直接在一起了 徐梦露所谓的家里付的流油 都是假的 他身上穿的带的包括学费 都是男生给他置办的 可看着周围人都有男朋友陪着 徐梦露便动起了歪心思 而正好这个时候 高文江凑到了他身边 高文江长了一副好皮囊 而且花钱也算大方 他只是勾了勾手指 高文江便败倒在了他的石榴裙下 他一直吊着高文江 直到那天他发现自己吊的齐文轩 不是真正的齐文轩 才勉强答应了高文江的求爱 徐梦露男朋友来闹的视频传到了网上 无数的网友冲出来骂他 造谣我脚踏两条船的他 最终因为脚踏两条船 而踏成一片废墟 这个时候我的账号 不小心在微博上发了一篇小作文 在小作文里我写了我和高文江的这些年 写了我为他做的这些事 当然也写了 他出轨说我是塑料玫瑰的事情 我很奇怪 因为这篇小作文根本就不是我写的 可是当我看到齐文轩 那心虚的小表情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一切 这件事的最后结局是 徐梦露和高文江双双退学 过年回家的时候 高家和我家已经彻底不来往了 也对 即便是高文江做了更对不起我的事 也终究是亲生的儿子 我于他们来说 不过只是儿媳妇的预备一把 三年后我和齐文轩一起考上了 理想学校的研究生 那年我过年回家戴上了他 他激动的一夜没有睡着 叙叙叨叨跟我说了很多话 这时候我才知道 他当年帮我并不是因为一见钟情 而是他的多年筹划的蓄意为之 原来早在多年前我们就认识 那个时候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中二少女 而齐文轩却是被校园霸凌的小可怜 那个时候的我最爱伸张正义 叫来了老师 替他赶走了那群霸凌他的孩子 他记住了我的名字 白鱼 可后来他就转学离开了 为了不被欺负 他染了一头白毛 看起来张扬的像个社会分子 那时候他最爱装出一副野道家的模样 可实际上他的内心柔软也温柔 他再次听到白鱼这个名字的时候 是在那个小餐馆里 听到那个为首的男生 对白鱼平头论足 他恨不得上去把人撕碎 可在下一秒 白鱼本人从转角簇出现 慌乱间他躲了起来 听见我说 找到的更乖的人是他 齐文轩在我家住了三天 凭借三寸不烂之蛇 把我爸妈哄得服服帖帖 寒假放得很长 齐文轩也要回家去陪几天 他的父母 我送他出小区门的时候 遇到了高文江和徐梦露 他胖了几圈 穿着款式简单的棉服 听说是他爸妈 把他强行嫁给高文江的 毕竟视频传播得很广 他又被学校退学 如果不嫁给高文江 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再看高文江 他穿着某团的外卖服 曾经清俊的脸上 满是风霜的痕迹 他怯怯地看着我 似乎是想要跟我说些什么 可下一秒 却被徐梦露拧着耳朵拽走了 徐梦露骂骂咧咧的 也不知道 到底是在骂我 还是在骂高文江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 我和齐文轩都有些感慨 想当年他还说 我是躲老土的塑料玫瑰 过了几个冬再看看呢 塑料玫瑰 依然鲜红 依然美丽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